P白老師 妳好 旁邊這位謝飛 不是張飛喔 對 剛以為是那一個兒來 以為是妳兒 兩個都個子高高的 對不對 學生 是哪裡的學生 我是進行中小學的學生 你是進行的學生 我也是進行中小學畢業 但為什麼他可以講這麼高啊 跟那什麼關係 他才中學 你才中學 所以是張老師就對了 老師做了什麼發明 我的學長他的車庫 洪水一來半夜他在地下停車場 結果整個車去泡湯了 然後他又不太會游泳 他非常怕 結果他就拜託我 一定要發明一個有愛心的沙包 可以說平常放在停車場 可以車子壓過去 然後遇到水災的時候 他自動會膨脹 防止淹水 對 我們水災的時候 是門口要堆沙包 對 但是堆不可能平常就堆沙包嘛 對 車子就進不去 那就飛去嘛 所以你是已經放在那邊 水一來的時候它自己就膨脹 對… 平常放在那邊 車子開過來… 平常… 所以裡面是中 裡面有中海綿體 對… 泡綿內的 受到刺激會膨脹 那個 所以裡面有一個能膨脹的東西 對… 那裡面的東西是可以讓大家知道嗎 可以讓大家知道的嗎 我是指導靖興中學的那個 創意發明社 他是我社團學生 我就把實驗給他去實驗 請他說明一下好了 好強喔 謝飛 來 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是在八年級的時候做的 那時候有社團時間 我們就利用社團時間 就去調配各種化學物質的比例 然後讓它怎麼樣可以達到一個 遇水膨脹 是 就是可以膨脹到最多 那花了你多久時間 大概八年級 下學期大概做這個東西 半年耶 其實很厲害 我們現場怎麼來試驗一下 這邊有水 然後他們的這個科技沙包 就可以示範給大家看 怎麼樣可以碰水膨脹 來…試驗一下 好 水來了 本來鋪著 好 現在水來了 整個壓進水裡 對…就淹水 淹大水了 現在水來了 好 那怎麼辦 要讓它化學作用 因為它水來的時候它就是 它會慢慢浸潤 對 基本上它 就我們有確定過 它的速度是來得及阻擋住 那個水的來臨 所以現在它可能要 因為水從外面來嘛 慢慢的 越來越 它就慢慢濕了 它有很多的時間 它可以讓它慢慢膨脹 那要幾天 幾天 一下子吧 一下子就可以了 大概幾分鐘就可以了 不會到幾天 幾分鐘啊 鋪在那個容易淹水的地方 對 你不用等到水來再去搬沙袋嘛 那不會有 那不會有 對不對 水慢慢來的時候慢慢膨脹 一回來一看 家裡堵起來了 你也覺得… 我怎麼會不會等你去 結果人在外面滅頂了 對 真的啦 我覺得這一個是非常好 但要運用到你日常生活當中 還有很多小地方 我們要去考量的 對 還可以再優化 所以它要真正要面試 還要一點點時間 好不好 很棒 所以說謝謝張老師 現在噴戰了可以看到 已經在膨脹了 有…現在像個枕頭這樣 來… 各位…已經在膨脹了 它會很重 真的 而且是變很重有沒有 這水已經都沒了耶 這一缸的水剩下一咪咪了 你們自己過來看看嘛 你們自己過來看看 它真的會吸水喔 有沒有看到 真的變大了耶 而且還能再大的感覺耶 對 它剛剛只有幾… 可能不到一公斤 現在它可以脹到二十幾公斤 而且水少好多喔 它這一個也有可能 變成是一個巨大發明 比方做某種的填充物 是 某個建築物或什麼搭橋 搭什麼的那種縫隙 對 這個是有 對…好不好 我們這個衍生很多的一個想法 好不好 太好了 謝謝兩位 謝謝 很棒… 謝謝